揭露百万点击视频秘密 无需头痛于复杂流程 AI视频制作系列 我们将带你从零起步 无中生有 一步步实现视频创作梦想 本教程里 你将学会如何应用多种完全免费 AI工具让你的创意飞扬 从打造治愈系风景视频 到产生魔法般的AI音乐 学成后 无论是制作 AI火车视频 还是任何其他创意作品 都可用AI实践 现在就开始制作 开拓你的无限可能 首先寻找参考图片 可以筛选YouTube上的火车内部视频 使用Windows内置的截图工具 只需选择所需区域 即可轻松保存图片 建议以PNG格式保存 为了获得高清且无版权风险的图片 准备利用AI生成图像 我们将会光顾一些免费网站来 分析图片并提取建议提示词 Prompt 其中 replicate.com网站非常好用 上传参考图片 点击Run即可 在等待同时 再到HuggingFace上传相同的图片 并按Submit 其他设置可以不用更改 回到Replicate网站 可以查看已完成及给出的建议提示词 复制并翻译这些提示词 看看是否合用或调整不适合的部分 另外 HuggingFace亦已完成 一同复制并翻译一下 即调整不适合的部分 有了这些提示词后 我们可以选择使用免费的 Leonardo AI 它每天免费提供150积分 这对于一般使用者来说是足够的 如果需要中文界面 可以通过浏览器进行翻译 建议使用Leonardo Diffusion扩散模型 只需输入刚才的提示词按生成 便可以得到一个质量媲美 Mate Journey的图像 所有用到的链接和资源 你都可以在下方的描述栏中找到 生成出来了的图片 可以按一下放大查看 如果不满意效果 可以尝试重新生成或调整提示词 如果效果仍不理想 可以尝试使用图像引导 Image Guidance 即图生图 Image to Image的功能 上传刚才的参考图片 并调整Strength 强度 以控制参考图片的影响 数值越大会以参考图片更为主 大家可以自行试试 再修改提示词 比如添加绿色背景 Green Background之类 以便后续删除不需要的部分 满意后 可以使用Leonardo中的放大图像功能 来获取更高清的结果 放大后可以在左下方的位置 比较圆图和放大后的高清的分别 没问题便下载稍后使用 接下来我们将裁剪火车内部图像中所有窗外的背景 可以在Photoshop中完成 但如果想要一个免费的替代方案 可以尝试Photopee 这是一个功能强大且免费的图像编辑软件 更方便的是它在浏览器中即可使用 将图像拖入 如需中文界面 可以自行通过浏览器进行翻译 使用Quick Selection 快速选择 工具 用Mouse按下来 选取天空和草地 再按键盘 Delete键删除它们 剩余部分可用Rectangle Select 取行选择 工具框选后再删除 还有一些残余的部分 需要清除可以 使用键盘组合 Ctrl加号 放大和Ctrl-号 缩小 以及左方工具栏中的 Hand tool 手掌工具 移动和清理剩余部分 如未看过我前期的观众 建议看看 会更易掌握 这些工具修图的应用和使用方法 完成后 通过File文件 菜单中的Export 导出功能 选择PNG格式导存图片 为了获取火车移动时的窗外风景影片 我们可以在YouTube搜索 Cenery Outside the Train Windows 火车窗外的风景 找到适合的视频后 下载以备后用 使用免费的CapCut剪影 或任何你熟悉的剪辑工具也可以 首先 托放以修改火车厢图像 和火车外的风景影片 到CapCut剪影 将车厢图像拖至时间轴上 但这个位置通常是最底一层 所以把车厢图像 移到上方的时间轴上 风景影片则置于放在下层时间轴 如此 风景影片便能在火车窗外显示了 有关层次顺序 可以参照之前下雪的教学影片 将车厢图像时间拉长到需要位置 或对其下方的风景影片 再看看整体效果 感觉不太自然 根据火车窗外光线变化 需要调整图像的光暗 选择车窗厢图像 点击在右上方 调节 内 基础 下方的设定 看看那些选项适合使用 我选择调整阴影设定 为了火车移动时 窗外不同光线会产生光暗不同 选择要修改的时间位置 在阴影设定棒暗一下 便能添加关键帧 记录阴影设定值 再移动到另一时间位置上 进行相同操作 将阴影调到较少数值 这会令车厢内变暗 看看这二个位置的效果 出现渐光渐暗了 但要每个位置设定会太麻烦 可以按住键盘 Ctrl键 再用鼠标选取二个光暗的关键帧 再利用键盘快捷键 Ctrl加C复制 和Ctrl加V粘贴 关键帧 省去重负设定 当产生多个不同的光暗关键帧后 可以考虑一次复制多个关键帧 及粘贴来省去重负的动作次数 但车厢内光暗始终是自然不一 需要车厢顶部调整 以达到光暗不变的效果 再拖放车厢 图像到最上方时间轴内 拖放长度配合时间长度 我们只需要车厢顶部 其他位置可以不要 所以使用蒙版功能 选取刚刚均入的车厢图像 然后在右上方的 画面的设定中 选择蒙版 选择线性 中间线上的部分 是刚加镜内的 没有光暗设定 下方是已设定了光暗的车厢图像 可以看到想要的效果了 想知保留车厢顶部不变光暗 所以调整一下接高些 蒙版的作用 便能隐藏不需要的部分 接着看看 其中一个经过一个桥底的地方 可以自行再调整一下光暗 直到满溢位置 接下来 若要调整影片为手机比例 按键盘 Ctrl 选择多个视频并 创建一个复合片段 便于一次性调整比例 在中间播放器下 设置9比16比例 放大影片 将其置于屏幕左侧 然后希望视频的镜头 从屏幕左侧 自动移动到右侧 将时间线 托放在视频开头 在右上角 画面 基础 设置中 找到位置大小设置 在左侧添加一个关键帧 将时间线 拖到视频的中间位置 再将视频向右放置 并添加另一个关键帧 可以看到 镜头从屏幕左侧 自动移动到右侧 再将时间线 拖到视频的末尾 将视频位置拖回开头 再添加另一个关键帧 完成由左至右 和右至左的动态镜头效果了 为了增强车厢的移动时 震动效果 需要加些特效 按左上方 特效 画面特效 再搜寻输入抖动 可以在这几个抖动特效试试 我选用放映机抖动特效 加进时间轴内 拉长到需要位置 再看看整体效果 可在左面 再调整合适 抖动强度 效果真实了许多了 若整体效果 还是不协调 可以再滤镜 找寻合适的效果 加进看看 大家可自行试试 找出自己想要的 滤镜 特效 同样的 要枪滤镜特效 调整覆盖整个视频 特效调整完毕后 今次 我想加入歌曲配合 为避免版权问题 使用免费的 Sono AI 生成音乐歌曲 在Sono AI 找些已完成的作品 复制歌词 一般建议8句以内 及歌词内容 不要太长 现在使用免费的 ChatGPT 3.5版本 输入适合的提示词 很快便有了需要的歌词 需要翻译中文 顺便要求 ChatGPT建议合适的 歌曲名称 及歌曲风格 打开Sono AI网站 右上方按Make a Song 按左面 Many内的 Create创造歌曲 如果需要Sono AI 提供随机作曲 及歌词 可直接按Create按钮 现在上方选择 Custom自定 可以看到多个选项 复制资料填入这里 再按Create 免费使用有50积分 每次创作歌曲 有二段 会消耗10积分 暂时每天积分 会自动补充 一般使用者已足够了 可以听听这二段是否满足需要 满意的便在右方三点选项下 按Download Audio便可得到MP3格式的歌曲了 然后将下载回来的MP3音频上传 CapCut剪影内 拖放到影片内 按一下选取音频 刚才我已将影片时间线调整 需要和音乐长度样 如有需要大家可自行决定调整音乐或影片的长度 在音频 音频素材 输入火车字眼 搜寻需要火车运行声音 在加进影片内 拖放调整声音长度 左右的黑点位置 调整一下弹入弹出的声音效果 音频素材内 隐约看到一条线 可以调整声音大小 要调声音较小一些 因为要配合歌曲的声音 可以再看看效果 大家可能发现 有下雪效果 上一集已详细教程示范了 大家有需要可以参考 再按 文字 智能字幕 因为我已有歌词了 想智能字幕自动将它加进去 所以选择右方文稿匹配 贴上歌词 再按开始匹配 选取字幕后 再在右方 字幕 选项下 可以更改文字的样式 或在 花字 选择更特别及美观的字幕 可以选择在右上方的按导出 给视频命名 大家可以看一下荆棘的成果了 如果想看待下雪 及英文版歌词曲 可到我的测试 IG MING G 心跟随在旋律中交道出口